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这次的受伤真的让我感悟到不少的道理 有人生的道理 有属灵的道理 但是我相信这道理真的是真实相通的 比如说我受伤以后 刚开始我腿都不能动 动了很痛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办法 但是当你腿可以动了以后 那么恢复速度的快慢 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去练习 有没有做这个复健 那很简单 很多人都说我这次复健恢复很快 好像两个月不到就可以走路 还可以去登山了 开始去登一些比较低矮的山 人家都说快得不得了 甚至医生都觉得像我这个年纪 不应该有这种这么快的恢复状况出现 但是我却恢复这么快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在这个 说真的连站都还不能好好站的时候 我那时候上脚踏车 我都要拉着拐杖 把腿想办法放上去 然后之后当你屁股坐稳以后 我的右脚是好的吗 那我右脚就去踩动脚踏车 带着左脚就这样上下的动 就是这样子就我就开始练习复健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 你的腿的肌肉能够受到刺激 受到一开始拉动 拉动拉动拉动 对这样就好得很快 你这样就恢复得很快 那如果你就是觉得会痛 就不去动它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会拖很久 一般来讲至少要三个月 或者像你知道吗 像我这次掉下来的时候 因为左脚我相信在地上 撑了一下很多的肌肉都 不知道是不是就拉伤 应该是拉伤 就那个拉伤的地方 你没有去刺激的话 它也不会主动的长出来 你去刺激它 它就会主动长出来 如果你不去刺激它的话 仅靠一些日常的活动的话 它会很慢 因为它没有需要 就像小孩子可能 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 有的小孩子一岁多 还没有办法站起来 有的到一岁半才能站起来 就看你有没有给它练习 如果你练习得早的话 我也看过很多小孩子 七八个月就能站起来 当然也有家长说 这样对小孩子不好 骨头还没有发育好 等等等等 但是对我来讲 我的腿就是说 骨头是好的 但是肌肉要把它赶快长出来 那这个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也可以用在 属灵的这个生活上面 我们说我们有圣灵 圣灵会带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圣灵会带我们去认识神 向神敬钱 对不对 圣灵会给我们爱心的感动 圣灵会让我们 有个敬钱的敬拜 或者说圣灵会把真道赐给我们 是不是 有听过这种讲法没有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真的 在听到这种以后 就开始懒惰 他不去操练爱心 不去操练敬钱 不去自己研讨真道 说真的 即使圣灵把爱心的感动 带给你 那你要去做啊 是不是 你要去做啊 你要去 你要去把爱心的感动 化为爱心的行动啊 如果有爱心的感动来 你每次说 我今天钱不方便 我的钱还有更好用途 这些爱心的事情 你都不去做的话 这爱心的感动 也会被消灭掉的 敬钱也是一样 我们要不要敬拜赞美 要不要读经 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 如果有一个感动 你很想很想 我很想明白神的真道是什么 但是呢 没时间 我要看YouTube 我要玩手机 我要干嘛 那你就不去读经 不去听道 这样的话 你会明白真道吗 你也许会的 就靠每周一次上教会听讲道 这样你会得到很慢很慢的这个进度 你虽然心里说想说 我想明白真道 但是你又不去付诸行动 那你得到真道 你明白真道的这个速度会比别的弟兄姐妹慢很多 敬钱的生活也是一样 如果是圣灵给你带领你 说我们应该圣洁的 我们应该这个过得非常咖喱的生活 就是说要能够敬钱 能够敬钱要遵行神的旨意 这样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感动 但是你又不去付诸行动的话 那请问你 圣灵能够强迫 一戏之间就把你变得很敬钱吗 一戏之间让你拥有真道吗 一戏之间就让你有爱心吗 不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是圣灵会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都要实际上有去有更多的操练 爱心需要操练 敬钱需要操练 你甚至真道 你也要自己操练 自己读经 自己祷告 然后去甚至去听解经 讲解 甚至是上主日学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必须的 都是必要的 你有感动 你不要阻止 你要去操练 这样我们属灵的生活 我们属灵的灵命 那个肌肉 才会更快地长出来 才会长得更好 为什么有人可以在山里奔跑呢 有的人呢 你叫他在城市里平地上走一公里 他都觉得累 为什么人跟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就是有人有练习吗 有人没有吗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各位弟兄姐妹 圣灵的带领是真的 但是事后我们自己的操练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跟各位共勉之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